大家好 现在山西大同今天刚到这边来 正好有时间就来继续讲一下 上一次没有说完的故事 被战友骗到天津做传销嘛 不是 实际上我当时去了那个小黑屋 我就感觉不对劲回来 我就跟 我就准备走了 准备走呢 然后那天是因为下大雨 下大雨 然后旁边其他人就在说 你看妈 叫你不要走不要走 老天爷都不让你走 再下雨 本来我一般出门我就不喜欢下雨 我从将近二十年前就是这样 出门不喜欢下雨 结果那天走的时候雨还下挺大 这是我想走走不了 它不是下雨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身上没钱呢 我穷得叮当响 我才从深圳跑到天津去找我战友的 结果可到好 他骗我来去小黑屋 我就想我一没钱 第二个又下雨 我怎么办呢 我就说战友你先借点钱给我吧 对吧 我没钱 我走不了 他说你现在不能走 你现在你要让他看懂了 我就借钱给你走 我说真的假的 因为当时我也确实没办法 走也走不了 又没钱 对不对 我怎么走 然后第二天就继续跟着他去小黑屋 一天 两天 三天的 诶 这样几天一下来呢 就慢慢的被他给 就被他洗脑洗 慢慢的洗成功了 知道吧 然后过了一两天又有一个我家门口的老乡 长得还挺好看 他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记得 叫万小蕾 他跟我差不多大 那现在已经也在38左右了 我记得他当时特别好看 真的特别好看 长得哎呀 长得就像那小燕子一样 特别可爱 名字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哎呀 只是现在的话 应该小孩都能打酱油了吧 因为他跟我一样大 那也389了 后来就是慢慢的白天去听课 晚上回来呢 就是串门 哎 还是那个钱多多和我战友带着我那挨家挨户串门 走大街串小巷去拜访什么什么领导之类的 然后到人家那个房间也是 一推开门里面房间里几十个人在里面 脱鞋 那不是脱鞋 就鞋子摆了几十双 都是这种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慢慢的也明白了好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聪明 但是那里面比我聪明的人应该多得很 因为有的人是大学教授 有的人是大学生 有的是开工厂的老板 全中国除了香港 澳门 台湾的人我没有遇得到 其余地方的人我全部遇到了 新疆的 西藏的 海兰岛的 什么偏远的 广西的 那些云南的 全都有 除了港澳台 在那个大环境里面没有 其他的人全部都有 各行各业的 外国语的教授 老板 然后那个厨师 当兵的 像我这样的当兵的 那多得很 对吧 各行各业的 哎呀 后来嘛 后来我在那里面待了好几个月时间 然后有好多的美女 天天就讲故事 还表演节目 哎呀 我就觉得在那段时间挺有意思的 知道吧 具体好多细节的话 我觉得在这里就不能说的太具体了 反正就是对我来说呢 是在天津的一段故事 一段难忘的回忆 真的 现在想想当年那批和我同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些帅哥美女们 现在都40岁左右了 知道吧 和我差不多的美女现在至少38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晃 真的是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就这么过去了 真的 他那边还特别有意思 还有在玩游戏 就是讲真话 玩石头剪刀铺 对吧 谁输了 谁回 然后有一个人提问嘛 提问让那个输的人回答那个真问题 特别是和一些女的在一起玩这样的游戏 特别好玩 哎呀 真的是好难忘好难忘 还遇到一个姐姐 那个姐姐当年应该在38到40岁左右 那现在的话应该在58到60岁 我估计得有58到60岁左右了 因为当年我感觉他至少有40岁左右 是江苏无锡 要么是昆山的 他每次介绍自己的时候 都说是江苏无锡 要么就说江苏昆山 反正我听他的口音 因为我就在无锡那边打工嘛 所以说他讲话的口音不是无锡就是昆山那一代的 就是那一代人 所以说我听得特别清楚 真的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哎呀 一段难忘的回忆 后来就是我来想想我什么时候离开的啊 我应该是七八月份吧 七八月份我在那边没钱了 没钱了 然后我就去哪里了呢 我去跑到上海去找我哥去了 我哥他一听我这样 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对吧 他觉得我这里有问题了 他不搭理我 不搭理我 我就在他那边 好像我在打工 然后我就在上海那边带了他去打工 就找到我战友的父亲 我战友的父亲在江苏 江苏那个叫什么 泰仓 在苏州泰仓那个限制室 然后我就找他父亲 跟他后面又待了几天 有没有打工我不记得 后来在泰仓那里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做保安 就是在泰仓那里 然后在那边干了干啥 到过年的时候 我又跑到我战友家里去了 在他家过 本来想到他家过年 结果在他家过年 我还过不了 不行啊 你在人家家里真的不行 那个日子不好过 知道吧 哎呀 后来就是 您过年的时候呢 然后战友给我买了一张车票 又送我回家 是我买的 他买的 我不记得 反正我就回去了 那个时候我跟他的关系特别铁 知道吧 关系好得不对 后来我就回老家卢江县去了 后来老家卢江县 我跟爸 跟家里父亲啊 包括哥哥姐都不能说的 我大哥好像是知道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能说 说了家门口谁能理解这个事情呢 你说不清楚的 知道吧 你有巴掌嘴 你都说不清楚 后来就是过完年呢 过完年我好像又去了 去了的时候 然后发生了很多故事 真有好多细节 我就不想再说的那么具体了 反正就是一段蓝忘的回忆 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然后在那边又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把我的战友也交过来 我战友把他的妹妹也交过来 包括那个钱多多和我战友的妹妹 来的时候他们都很苗条 都很正常的女孩子 很 不能说瘦 就是很正常的 就胖瘦很正常 一点不胖 一点也不瘦 特别是我的战友的妹妹 刚来的时候是偏瘦 但是看着人是很健康的 结果可到好 三个月没见他 他胖的那根底下至少 至少我估计他来的时候 应该在八九十斤 等三个月没见他以后 他至少有一百二三 就一下 中了好多 包括那个叫钱多多的那个女的 以前我见到他的时候 是很正常的胖瘦 不然就胖 就正常的很苗条 对吧 结果三个月没见他 他一下子变得胖的 哎呀 太太好了 我就在想你们到底吃什么 我们男的一个瘦的 营养都不良 我在想你们女生到底吃啥呢 对吧 那里面实际上 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知道了 吃土豆大白菜 天天就是土豆大白菜 萝卜 就这三样菜 土豆大白菜萝卜 我都搞不成 那个女生嘛 到底是吃啥吧 自己吃胖呢 不排除他们私底下 可能买了什么牛奶粉啊 什么其他的东西吃 家里条件好的可能有点强 反正就这样吃 后来第二次在那边是08年嘛 待了年三个月 后来我又出去了 又是没钱出去 出去打工嘛 打工在挣了钱再想回来 后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 给我 我叫来的那个战友 我就打电话 跟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你就在外面打工嘛 你就不要回来 回来你也搞不成功 你就不要回来了 我听他这么一劝我 哎呀 我就算了 后来我也想干脆就不回去了 因为那个行业 比臭豆腐还臭的行业 想要把它 我这里不能讲的太难傻 就是想要把它什么做成功啊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那一段时间他也发工资了 就是一开始发了700多 后来发了300多 他也发了钱 但是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东西 我不能讲的太多 然后你没到那个级别 很多事情你也说不清楚 所以说真的是既难忘的回忆 又有很多永远你搞不明白的事 反正就是搞不明白就不用明白了 你在在外面打工挣钱进厂里 就是好好的上班吧 这个行业呢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那么容易就能做成功的 能做成功的人 这个怎么说呢 你看到的有可能是表面 到底是不是他真的做成功了 这个你永远说不明白 知道吧 反正就是说 行 不能说的太具体 因为说的太具体 可能别人以为我在这里干嘛呢 这就是在天津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 下次有机会再说一下 我在深圳的时候 和江西姐姐的 还有她妹妹之间的那些事情 也是挺有意思的 下期见